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当成名的王一博再次接受评判的时候 竟然是倒数第一 相信大家能够感觉得出来 现在的刮起了国潮的龙卷风 很明显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影视剧开始在国际上展露头角 中国的明星也逐渐在世界舞台上有了地位 比如说吴亦凡 王嘉尔这两位万语比较出众的艺人 他们的作品在国外的晚正上面的点击量是非常高的 而杨阳 王一博等艺人 因为影视剧作品在亚洲的人气非常高 而现在国内一些优秀的节目制作人 就借着现在的大好机会 还是发掘一些更优秀的时代青年 给他们提供好的平台 有出道的机会 而最新很火的那就是这就是街舞了 日式街舞的第三季 这一季的队长阵容非常强大 有钟翰良 张艺兴 王嘉尔 王一博四人 都是业内非常出众的存在 而节目一开始 要想让选手们对队长心服口服 那队长就需要展示自己的舞蹈 选手们会向自己喜欢的艺人队长投票 其实对于已经成名的张艺兴等人是一个挑战 赢了则好 输了就很没面子了 而明星之间的排名是让人紧张的 那结果是张艺兴第一 舞蹈同样优秀的王一博却成了倒数第一 但是王一博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舞蹈编排的很满 而且难度高 所以他排名最后肯定是非常不熟悉的 而现场的选手表示 王一博的舞蹈编排确实够满 但是加上现场的灯光效果之后 就会将动作力度给吃掉很多 王一博虽然很不服气 但是这是专业的舞者们给出的结果 他只能从萝卜白菜各有喜爱的角度来安慰自己了 艺人们表演过后 选手对艺人们的舞蹈实力有了解 所以接下来就是艺人们考核他们的时间了 王一博看到选手们之后 就受到了现场热情的氛围的感染 心情也变得舒畅了一些 但直到看到一个人的出现 他的心情坏心情一扫而光 王一博看到的这个人 就是舞蹈界里有着战神称号的布布 是一个来自于法国的世界冠军 王一博是他的粉丝 所以在王见到布布也是选手的时候 王一博是十分的激动的 始终右着迷地的眼神 看着自己的偶像跳舞 原来偶像也是最新的 而喜欢布布的不仅是王一博 就连另外一个战队的王家尔 在听说布布开始跳舞之后 都停下了考核 专门串场去观看战神级的表演 布布的到来 使这场比赛的水平上升了很多倍 是一个能够让艺人们都不淡定的事情 十分的让人期待 而王一博在看到布布之后 就赶紧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布布能够成为他窥下的一员大将 以前的王一博走在时尚前端 引领潮流前线 喜欢跳舞被夸有天赋 就去做了挨斗 喜欢赛车就签约了赛车手 打篮球被夸弹跳力好 滑板滑雪踢球悠悠球也都一学就会 节目游戏胜负于超重攻击力强 但是结果都没有辜负他 不是上下三发着一种深人物净的气息 连走路都哭到带风的那种 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酷 再加上他在陈情令里面扮演了蓝王鸡 良好的眼睛让他很好地诠释了蓝王鸡的那种 敌心清冷的气息 所以观众就对他直接性格带入 而且他在天天笑上的节目里也比较少说话 而更加觉得他高冷比较难接近 可是自从上了节目之后 他就再也不是那个酷酷的王一博了 在节目这档节目当中 他有了越来越多的魔性动作和表情 有越来越多人发现 原来他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高冷 他也可以因为其他人而兴奋 能够因为排名靠后被激发胜负于 能有很多话可以说 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舞者的能力 然后内心很兴奋 所以就想要通过一些小动作和表情 表达他对选手实力的认可 以及喜欢 而且他很喜欢舞蹈 所以在谈论到舞蹈方面的事情 他可以连连给出专业一针见血的评价 这不仅吸引观众 就连选手都对他改观了 其实不止在金舞这个节目上 我们可以看到王一博在讨论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眼睛里都是发着光的 甚至手舞足蹈 配上一些动作 以语言结合起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平时王一博还是很高冷 话少了一个人 只有话题触及到他真的热爱的东西的时候 才会有这么多的话 这也让我们看到他的心底 对于舞台的热爱是有多么的强烈 王一博自己就曾经说过 21岁认定的 即使是到了81岁也会坚持下去 相信他所有这些自己所做的选择 也都会一直朝着光努力前进 在跳舞的时候他整个人都是散发着光芒的 是耀眼的 他就像是天生的舞者 在舞台上尽情展现着他的魅力 在这次街舞的节目当中 王一博给观众带来的姿态与感觉是全新的 他身上好像有着非常强大的魔力去适应你 情商也很高 在不同的场合与身份之下 他能够非常灵活的转变状态 当他与一群热爱街舞的人在一起探讨街舞的时候 他瞬间就进入到了玩街舞的状态 这个时候他甚至是连声音与说话的语调都变了 也是这档节目吧 让观众对王一博有了新的全新的了解 原来在天天向上当中那个话不多 时而还会非常腼腆的王一博 原来是这样一个会玩的人 而且当他真的玩嗨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连形象都不顾了的人 表现出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跟个小孩子一样 有观众调侃王一博一期这次街舞的话 相当于是把天天向上的话都给说完了 在比赛当中有一位选手的表演非常令人惊艳 他的身体控制能力惊人 再加上对于歌曲的理解 让王一博在一旁看到都惊呆了 一直都在喝彩 观众把当时王一博的反应截图之后 调侃到王一博当时的样子 像极了正在追情的自己 王一博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偶像 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 面对挑战也迎难而上 对待任何事情都不卑不亢 谦虚有力 对待不合规矩的事情也都能够不留情面 而这一次他在这就是街舞中的表现 让更多人知道了他 让大家认识了不一样的王一博 王一博对待自己的喜欢的事物的专注 真的太酷盖风了 细节跟专注度真的能够做到 戏舞剧细的程度 喜欢上大模特就能够深入到 对骑手的技术 涉猎很全面 喜欢模滑板就可以把这滑板的文化 都可以精细到每个轴承的细节 这份炊热的热忱 真的是让人钦佩的 最近王一博的一个特殊细节 被发现之后 经过深挖之后才懂得习深意 王一博 原来你真的热爱一件事情 就可以做到全方位的细致 任何细微的细节都不放过 都知道王一博喜欢滑板 没有半年就可以做到 很多人一两年的水准 走到哪里都滑板不离声 这份专意确实让人喜爱值得 王一博最近深涂当中 绿色的鞋带绑在裤子上的这个细节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 很多人一问 王一博腰上的绿色腰带 这种是新颖的时尚吗 其实不然 实际的是来自于这双合作款 附送的另一个绿色的鞋带 其实很多人 很多滑手都喜欢把鞋带绑在腰上 或许呢 有的板友啊 会觉得这是滑手们的穿着特点 觉得比较帅才会这样装扮 但实际上啊 当时的滑手并没有多像 而是出于很纯粹的目的 那就是为了防止练平地动作的时候 磨断了鞋带 所以才会把鞋带绑在腰上 普通的皮带的皮带扣 在做起跳收腿动作的时候呢 容易压到肚子 从而影响到动作 鞋带呢就不一样了 毫无阻力 如今鞋带慢慢的演变成一种装饰品 在你买滑板鞋的时候 大多数的滑板鞋啊 都会给你配多两条鞋带作为后补 有不少滑手也喜欢收藏 自己喜欢的滑板鞋鞋带 可以搭配不同的裤子或者是衣服 鞋带变腰带的风潮 并非是凭空冒出来的新兴产物 严格来说呢 根本就是一种80年代 复古风格的经典回归 是不是感觉自己对王一博更喜欢了呢 原来喜欢一件事就会这么精分 这么连细节都不放过 是不是像极了追星王一博的一个样子呢 任何关于他的信息都不会放过 还有一个舞蹈师练习的王一博 头戴棒球帽 顺带毛巾头上那么一搭 把自己严严实实的满头大汗 都给瞬间吸收进去了 这样子做不仅是防止汗留下来 不会救到眼睛中 也不会影响每个动作 毕竟酷热的夏天已经来了 是不是被王一博这个细节而感动了呢 王一博对待舞蹈的专注绝非 我们想的那样花拳秀腿 这是他的专业 这是他年少就一直认定 而且坚持的事情 怎么能够轻易的被诟病呢 也请不要用不专业的态度 跟眼光去评价别人对待专业的认知 这是一件非常不尊重的事 专业就是专业 不是一个层面的档次 多听一下专业人士对此的评价 跟我们自己的视觉传达结合 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没有必要带着情绪 带着对一个人的偏见去无下线的发泄 理智看待 做到尊重别人 开始尊重自己的开始 王一博在自己专注的事情上 不愧是酷盖 你的认真专注热情投入的样子 值得拥有如今的一切 出发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